我们继续讲上个礼拜呢 我们是讲这个礼敬祝佛 还记得吗 普贤行愿品 他普贤菩萨有十大愿 对不对 大家还记得拿十个愿吗 念一下 这个一定要记住 一者什么 礼敬祝佛 二者 称赞如来 三者 广秀供养 四者 忏悔业障 五者 随喜功德 六者呢 秦转法轮 七者 秦佛注释 八者呢 藏随佛学 九呢 恒顺终生 十呢 普贤回向 我们一定要把普贤菩萨诀十大愿 一定要记起来 为什么呢 我们说四大菩萨里面 大悲观心菩萨 大自文书施力菩萨 大愿地上亡菩萨 然后呢 大恨普贤菩萨 这个呢 对我们呢 就是知道 但是我们要去做 要去实践的话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才能够圆满 我们这个修行路上面 得到一个的菩萨道过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呢 讲这个 你进诸佛 我们知道 每一尊佛 我们说 拜佛呢 不管 不管是拜一尊 甚至于说 就等于你一切的佛 对对 你一切的佛呢 就是你一个佛 所以其实 在我们来说的话 我们知道 我们都是 未来佛 对对 然后在法法经里面 常不庆菩萨也说 我不敢庆视如等 如等皆当作佛 所以我们呢 不要看不起对方 他都是未来佛的 当然挤得我去理尽 好 第二个呢 我们讲这个 称赞如来 这里呢 就讲到呢 就是过去 做佛菩萨 几乎没有不秀赞叹法门的 我们有没有秀赞叹法门啊 有没有 大家都没有 表示就表示 都没有秀啊 有 大家都会有秀 这个赞叹法门 坐在你旁边的同学呢 他都是未来佛 你要不要赞叹他 要 你怎么赞叹他 你转个身 去跟他讲一句话 赞叹他的 你真好 你真好 你很好 其实这个呢 那赞叹法门 容不容易做啊 是容易 但是很多时候呢 我们就说不出口 好像要赞叹别人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其实不是 我们师父常跟我们说 要讲呢 要去想出一百句 要赞叹别人的话 容易吗 其实是很容易的 这时呢 我们要不要去赞叹别人 你遇到一百个人 然后你讲 谢谢你啊 或者是说呢 你今天很发心的等等 这些都是赞叹别人的话 对 你只要遇到一百个人 你就可以讲呢 一百句不一样赞叹的话 或者是说 虽然你没有对象给你赞叹 但是你呢 你呢 也要可以呢 去想一百句 赞叹的话呢 随时都可以用得上 看到别人就可以赞叹了 那这样呢 他这里讲 过去诸佛菩萨 几乎没有不秀赞叹法门的 我们看看 佛陀呢 他对波斯尼王 平婆索罗王 这一些皇宫大臣 称他们为转轮圣皇 大家知道转轮圣皇 有听过 对对 大家还记得 当西达多太子出生的时候 然后印度的传统 我们不是都会有一些 我们所谓的 Forture Tell 一些预言家 你给我孩子看看 或者说我们现在说 抱个孩子去看 看看一些看相什么的 看看我孩子的未来怎么样 然后呢 西达多太子小时候 也是这样 他的父亲金方王呢 也是给 然后一个呢 预言家呢 来到他家 那他看到太子的时候 怎么样啊 他说呢 如果他不是做一个 转轮圣皇的话 他只是一个呢 一个修道的出家人 然后这个预言家呢 讲完之后 他还哭 为什么他哭呢 因为呢 我已经那么老 年纪那么老 我都没有办法 能够听到他呢 为我说法 所以的话 这个他呢 转轮圣皇 其实转轮圣皇 我们知道这个轮 轮的意思 其实是古印度的一种武器 他的形状好像一个车轮 一个轮子 所以的话 就是呢 可以作为呢 就是在战争上面的一个武器 然后隐身呢 这个轮呢 就是旋转的一个轮 宝 是一种宝物来的 然后呢 他的意思呢 就是说 就是所谓的战车 战 战争的战 战车 那所以的话 这个转轮圣皇 他很厉害 大家也知道 在经典上面 叫转轮圣皇 他有四个很大的特征 是什么特征呢 就是他寿命很长的 他没有治病的 然后呢 他的相貌 非常的庄严的 而且呢 他的宝藏 他的宝藏 是非常的丰富 而且呢 他是用正法呢 会去统理呢 这四大步骤 四大步骤 是哪四个步骤 四大步骤 洞生神咒 南战步骤 然后西柳鹤咒 还有北区炉咒 北区炉咒 好 那我们住在哪呢 我们住在南战步骤 我们住在南战步骤 我们住在中间 这是须弥山嘛 那旁边呢 就是四大步骤 最上面呢 就是道立天 对对 三十三天 道立天 三十三天 然后旁边的话 就是我们知道 须弥山是 上面是宽 下面也是宽 中间呢 是好像 就是比较瘦 所以四大步骤 然后当然有 太阳啊 跟月 就是整个一个世界 大家还记得吗 那个世界图里面 最外面那个呢 就是铁维山了 那铁维山呢 就经过一个 大险海水 对对 然后之后 就有七重山 然后呢 七重呢 这个山海水 其实山水 山水这样子 大家还有印象吗 然后在下面的 最下面的话 就是地轮 地轮的上一层的 就是在下一层 是金轮 水轮 跟那个风轮 然后就构成整个 现在跟你们复习了 还有印象 好 那所以呢 既然呢 这个转人身王呢 是用正法呢 来统一这四大步骤的话 所以呢 人民呢 就是生活的 非常的安乐 然后呢 它的一个国土呢 也是非常的丰富 有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呢 转人身王呢 它有七宝 不是那个金银流利 车群吗 然后珊瑚 琥珀 不是这个 第一个呢 它有一个叫做轮宝 这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就是这些战策 第二个的话 它有就是像大象 还记得上一堂课吗 我们讲大象 大象对他们来说重不重要 可以运输 也是负贫 同时呢 可以打仗 然后呢 大象呢 然后呢 有马呢 有马之后的话 它有这个宝 宝就是一些珍宝 一些宝藏 然后呢 它呢 第五个宝呢 就是女 就是女众 譬如说宫女呢 她的一个 就是很多的女众 譬如说是宫女也好 或者说她有很多妃子 然后王后啊 这样 然后再进一步呢 有句式 就是在家众 在家众 然后再呢 第七个宝呢 就是有一些大臣 有一些大臣去帮她 不管是文官呢 还是武官 就是整个 它有居住的七种宝 所以呢 我们知道转人身亡 她的福报大不大 非常的大 好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佛陀圣经 让每一个地址 都有一种功用 所以十大地址 各有尊厂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刚刚有个寄宋 以前 佛险会考都有考过 今年不少的 还是要把它记下来 我们看看 然后讲到第一个 智慧第一的是哪一位 设立佛 然后呢 墨迦连是以什么第一的 神通 然后之后说法是哪一位 父能 我们就看着这个寄宋 然后呢 对呀 看着寄宋 你们就讲得出来了 我在马肯上课 还没有给他们看 好了 接着呢 虚菩提呢 他是解控第一 然后接着 扎扎眼是什么 议论第一 然后呢 我们知道 头头第一的是 大家色 好了 天眼第一呢 欧能力 然后呢 右玻璃呢 是持戒第一 我们还记得 第一次的 结集的时候 是不是他送出 这个 这个什么 戒 好了 欧能力 我们知道 佛头的侍者是多文第一 然后呢 这个密恨第一 也是罗豪罗 就是佛陀的儿子 所以你从这里呢 佛陀都会怎么样啊 这个弟子呢 赚藏什么 赚藏 我们就 我的弟子 解控第一的话 就是虚菩提 是不是也是一种争战 也是一种赞叹 好了 好了 在这里再看 佛陀呢 比米勒菩萨呢 早了九 九节 成佛 大家都知道 他呢 跟那个时候呢 佛陀还没成佛 只有释迦菩萨 还有米勒菩萨 大家呢 都是怎么样啊 都是发心的 都是发心 要成就佛道 但是为什么 他比米勒菩萨 早了九节呢 就是呢 过去世的时候 在菲萨佛的时候 然后呢 他就观察 释迦菩萨 跟米勒菩萨的根气 诶 哪一个呢 现在应该要 实际到了 我要去度化他了 然后他观察之后呢 就是 当然是释迦菩萨 所以呢 他有一天呢 菲萨佛呢 就进去呢 这个呢 宝库 就是宝藏的宝 然后库呢 就是东库的库 然后入这个 火光三昧 然后呢 哪一天 释迦菩萨 刚好上上去做什么 去采药 那看到那个 东库里面发出这个光芒 就非常的 什么 非常的感动 然后呢 非常的 涉受他 所以呢 他就 一心呢 合掌 吟示着这个 菲萨佛呢 七七列 而且呢 是讲哪个基础 很重要 那个 就是我们那个 战佛 天下 天下 无如佛 十方世界 已无比 然后呢 世界所有我 今见 一切无有 如来者 这个就是因为 一个这个 语言上面的一种 赞叹呢 他比呢 这个 弥勒菩萨 找了九节 成佛 我们说成佛 要上大 而真七节 哇 找九节 真的差很多呢 好 我们也叫大节 中节 小节 怎么 好 这个的话 我们说 九节 大家要不要 找一点成佛 要 所以要不要受 赞叹法门 一定要受 这个赞叹法门 好了 然后圣经说呢 在这个 我们知道 普贤菩萨 这个 普贤行愿品里面 也是一者 就要底进出佛 二者呢 就要称赞如来 所以的话 要走 早一点成佛呢 一定要多修 这个赞叹法门 其实这个 赞叹法门呢 其实也是说呢 我们是一种 不是一种 一种好话 一种善言的 一种很重要的 一种的修行 甚至于我们 送阿弥陀经 送完阿弥陀经之后 我们呢 就会 唱送这个 赞佛经 也是赞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圣经社 甚至赞叹 他的四十八元度终身 九平贤令 登彼岸 所以这个 是不是也是赞叹 阿弥陀佛 也是一样 好了 观世音菩萨 我们送这个 普门瓶之后 也是有一个 寄送起赞叹 观音菩萨 从观音菩萨 妙难愁 也得到苦孩 千处祈求 千处因 苦孩常作 不忍咒 这个是不是赞叹 观音菩萨 所以赞叹 永不容易 是很容易 只要我们 开口 讲的话 去赞叹别人的话 这个呢 大家都可以做得到 大家可以做得到吗 好 可以 好 我们去了解一下 既然是这样子 我们就要去了解一下 到底称赞如来的一个 现代的一种意义 因为我们说 我们这次的课呢 主要是你师父的这个 幸运大师全集里面 普贤心愿 品出完我们的内容 所以呢 师父呢 说呢 称赞如来的一个 现代意义是什么 语言的赞美 也是一个 不是一种语言 他到底在我们 在我们生活上面的修行 我们要赞叹别人 其实我们要注意 不能 不能随便 随便讲 好了 师父说呢 布施这个财物呢 功礼呢 正义呢 佛法呢 都会有难度 相比之下 所以相比之下 对语言的一种布施呢 当然是比较容易做到 只要你讲一下 就可以了 但是你不是财物 可能你会 会想一下呢 又舍不得了 然后都是 我还是不要了 但是呢 语言的布施呢 其实呢 是非常容易做到 但是呢 我们知道 诶 师父 你说语言上面 很容易做得到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 你怎么去赞叹别人 好 第一个呢 我们说要 讲究这个巧妙 他赞叹别人 都要讲究这个巧妙啊 所以说你赞叹别人的花的话 要有内涵的 要有深度的 让人家觉得回味的 然后呢 而且呢 就是说不俗的 然后什么呢 譬如说呢 你真的是很聪明 或者说 我们广东话 你好累 然后后来说呢 我们可以再进一步 怎么赞叹他呢 你真是怎么样啊 你呢 就是很聪明 很有智慧 我们说 你很有智慧 就好像我们的 稳素势力菩萨 譬如说 师姐你很慈悲 你好像观世音菩萨 你听到开不开心呢 说我是观世音菩萨 或者是说呢 我们很想找人去帮忙的时候 突然之间 那个师姐出现呢 你会说 你真是好像观世音菩萨出现在我面前 哎呀没有没有啦 其实刚好 就是你的心里面怎么 蛮开心的 他称赞我是观世音菩萨 所以我们赞叹别人的时候呢 要有一点意涵 然后有一点深度 甚至于说 要人家听起来觉得很委会 他赞叹我是观世音菩萨 这表示说 我很乐意去帮助别人 我很有慈悲性 所以呢 大家去看师父的一笔字 在一笔字里面 师父写 比如说 有情有义 然后是 我是佛 甚至于说呢 有你真好 等等 如果你这个 看起来的 你的心里面的感觉呢 就不一样 就跟你说 有你真好呢 这不同说 没了你不行的啦 但是有你真好的感觉 没有你是不行的 但是有个说 有你真好 同样的一种赞叹 真的听起来 感受 就会不一样 好了 第二个呢 事实打意 这个很重要 你不能呢 就是说 随便讲讲啦 或者是说呢 顺口开合 然后呢 让人家听起来 你一点诚意都没有 其实 你有没有诚意 去赞叹别人 对方是感受得到的 他整理呢 书本上面有讲到 如果有一天呢 人家赞叹你 我们说七窍 七窍之中 你痛了六窍 你就会觉得 哇 七个我痛了六个 很好 但是其实是 一窍不痛 因为你七个 你痛了六个 就是还有一个嘛 对 实际上 你很想赞叹别人 怎么知道呢 得到一种呢 是什么 反效果 人家还以为 你特别 特别讲 你就是说 我一窍不通嘛 哪里上 他没到 不如你不要讲了 这样 另外呢 他有讲到 决定一个例子 他说 正板桥 简板球 他就讲到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 夏凉呢 夏凉呢 是什么呢 忠孝仁爱 礼义年 这个很好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 然后对夏脸 这个 其实是缺乏一个 什么 耻 你就是很无耻 那个耻 所以你一听的时候 哎 你不赞叹 我就罢了 还这样去 去言语我 或者说 就笑他了 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说呢 好的 你要去赞叹 不好的 你就不要去赞叹别人 反而得到一种 不好的效果 另外第三个 我们想他 怎么样去赞叹别人呢 就是 恰如其分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然后呢 就讲到一个呢 我相信大家可能 都有听过一个 五毛钱的故事嘛 还有听过 没有 那其实这个故事呢 就是说呢 有一个人 就开了一个公司 开了一个顾问公司 那当然做顾问公司 就是consultant嘛 你有什么 我就帮你出一点主意 然后呢 就有一天呢 他一直都解不到生育 一天一天过去 那怎么办呢 然后有一天呢 就有一个乞丐 上去 就穿得很邋遢 然后身上面又有味道 然后呢 就 我要找你 做我的顾问 但是那个一看 你这个乞丐 没有钱 看你也没有什么钱 穿得那么 那么邋遢 但是因为 算了第一笔生意 还是要做 然后他就问 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我叫 叫画里 因为我们说 乞丐 我们叫做叫画子 你这个叫画里 你要我需要什么帮忙吗 我要赚钱 他说你是乞丐啊 你怎么能够赚钱 所以我就是要来找你呢 我就是当乞丐 但是我就是要赚钱 那那个顾问 没有办法之下 他就跟他讲 好了好了 今天也是我第一个客人了 然后就跟他讲 你呢 每一天呢 就要去呢 你在这个公园里面 你就是当你的乞丐 但是你要记得 你只可以收五毛钱 你不能收多哦 然后呢 人家给你一块 你就要找回他五毛 人家给你十块 你就要找回九块半 他说如果这样子 我怎么能够赚钱 他说呢 你去做呢 你一定会赚大钱 但是你要记得 不可以多收 也不可以什么收少了 如果人家还没有给你五毛 你说哎 你还差我两毛钱哦 你就记得 然后他真的去做 然后去到这个公园呢 当然很多人呢 就是给他钱了 他就觉得很奇怪 这个人哦 其他当然你给他越多越好 为什么他都说 给我五块 然后多的他就还给他 然后少呢 他会问我呢 所以呢 一传十 十呢 就传百 百就传千 每一个人呢 都要去这个公园呢 去看这个乞丐呢 在何方神圣 到底会什么 他只说五毛钱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 然后有一天呢 这个顾问呢 就看到这个乞丐 这个叫华梨 来我现在要给你这个顾问费 我现在要给你这个顾问费 因为我已经赚钱了 他说我都说呢 一定可以去赚钱的啦 他呢很开心 他也收了他的顾问费 然后过年了好几年呢 这个顾问要经过这个公园 为什么这个叫华梨的样子 应该不是他呢 都不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乞丐 然后但是为什么他还是这个乞丐用五毛钱 然后这个乞丐说 哦你要找我的老师我的师傅 哦他已经赚钱了 他现在不用做了 现在由我来继承他的事业 所以呢他一样呢是怎么样啊 五毛钱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话 就是说我们要赞叹别人的时候 你不要过也不要缺 所以我们呢 恰如其分的时候的话 必定有意想意想不到的效果 大家有听过这个故事吗 印象中好像有 所以我再次看这个 我觉得再放到这个赞叹别人 这个的一个故事里面 觉得真的很好 所以呢我们说 你的脸上面无称是一种供养 口里无称出妙相 所以这个我们脸上呢 无称是供养 就是你会满脸的什么 就会有满脸的笑容啊 不会给别人看到你的时候 脸都是脸臭臭的 所以的话满脸的笑容 你口里无称出妙相 一定是满口的好花 甚至满手的好吃 因为你来自你满心的一种欢喜 去赞叹别人 所以呢脸呢 要不要无称啊 要 嘴口里面呢 也是要无称 不要呢 就是讲一些不好听的话呢 伤害别人的话了 所以呢 他说好的话呢 就好像一句就够了 就好像呢 冬天遇到很温暖的一种 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但是如果你讲一些 恶语呢 伤害别人 就算是六月 你还是觉得非常的冷 说语言呢 语言在生活上面的修行 很重要 我们先不要说 你要赞叹别人 就算你不赞叹别人 我们在生活上面 一个语言修行呢 很重要 我们说呢 十二之中呢 十二之中 我们有四个是属于口业的 不好的口业 就是两则二口其语 还有妄语 所以的话 就算你不赞叹别人 至少这四个口业 不好的一个恶业的话 我们都不要做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 一句话呢 它的关键性 是多么的重要 那其实呢 我们刚才所讲呢 诸佛菩萨 都是都会赞叹 其实 如果大家还记得 我们拜这个 梁黄宝餐 我们拜这个 入餐之后 我们不只看 你拜诸佛了 就是佛陀过去欺佛 那所以你会 我们都会有 这个赞佛记 每一卷都不一样 那所以大家呢 可以回去看 觉得呢 就是怎么去赞叹佛陀 甚至佛面 柔乳鸡满 大家也一如日日放光明 你就可以 佛陀的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了 其实让众生 看到呢 非常的欢喜 我们说呢 三起 三起呢 什么样 好 好了 然后呢 白节呢 修相好 对对 你要多少 才能够收到这个 这个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赞叹法门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 一个修行的 一个方向 好 我们呢 第三个呢 就要广秀供养 这种广秀供养 从这个积宋 你就可以知道 你就知道呢 他 他其实呢 就是用什么来广秀供养 其实我们说广的意思 就是很广大 如果是 我们平常说 我们要秀广秀供养 就是 我们从各方面 来收集一些呢 供养的一些 供养的一些东西 然后呢 帮他呢 就能够 摆得好好 就是能够 装饰得很好 譬如说呢 我们法会啊 都会有供果 还有这些供菜啦 甚至是供花 我看我们供果族的师姐 买这个水果回来的时候 他们都会 很用心 把它呢 摆得很漂亮 对对 然后甚至我们供菜族的师姐 很简单的 可能只是一些香菇 他怎么能够 他怎么能够 可以把它呢 叠起来 然后呢 这样一些装饰 整个呢 就不一样 然后呢 去供养呢 这个诸佛菩萨 那其实我们供养呢 也可以说呢 是 他是培养我们的 一种的福的智慧 所以我们广修供养 其实就是在培养 我们的一个福的智慧 然后从阿弥陀经 我们就也看得出 阿弥陀经呢 其实他们是非常的勤劳 一早起来呢 就要什么 各以一借圣座庙花 供养他方十万亿佛 他们就用花呢 去供养十万亿佛 所以的话 我们要不要去广修供养 很重要 所以呢 从这里呢 我就想 我们刚才讲 供花的人 有人在服务台 师姐我要供花 甚至供国等等 我要供债 那其实大家有没有想到 为什么要供花 因为呢 听说供花呢 能够让我的 让我呢 就是更庄严 很多人都有 大家有听过吗 有 就是更庄严 所以我希望 更庄严呢 说我去供花 那当然在经典上面 也讲得很清楚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供花的时候 我们本来是一朵花吗 那个花瓣的话 其实它是不是非常的柔软 除非一些很特别的花 非常的漂亮 因为人家看起来就觉得非常的高兴 那所以呢 我也是希望呢 人家别人看到我的时候呢 都是怎么样啊 都是很亲切的 很乐意呢 跟我讲话呢 很乐意跟我去亲近的 而不是人家 看到它我就不想跟它讲话 那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发愿 甚至于说呢 我们说花都有它的一个像 很像 花像 那其中的花像呢 我们都常都说 以花呢 这种戒相 我们慈戒的戒 这种如果你慈戒 慈戒清静呢 慈戒严谨 我们都说啊 戒相 有这份的戒相 那所以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如是发愿 就好像花 这个像 那种花像 那我能够呢 慈戒清静 慈戒严谨 那圣洁也说呢 花呢 都是这样子长出来嘛 就好像我们在 这个阴地上面 去修这个六度万恨的时候呢 都能够呢 断除我们一切的恶 其实你可以再进一步 这样子 当你供花的时候的话 你的心呢 就会不一样 好像供国呢 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可以说呢 就是能够修成正国呢 能够成就这个佛道呢 去度众生 然后 供花 供国 还有什么 供乡 我们供乡 当然我们刚刚有讲的话 就能够可以呢 熏习 就好像这个 我们点起这个乡呢 就能够可以熏习 我们熏习佛法 然后的话 就能够 展映我们的菩提心界 供花 供国 供乡呢 甚至于说 譬如说供灯 大家知道 就是能够呢 去除我们的一种的 无明黑暗 能够得到智慧 那所以呢 每一种呢 其实这种 不管我们刚所看到 所讲的 供花呢 供乡呢 供国呢 甚至于供灯 甚至于在 就是供养出家中 哪个是供养 是供养里面 就是讲 衣服 饮食 卧具 汤药 这个也是 好 那我们除了说 这种物质上面的一种供养 那其实他对法宝供养 也可以 这种法宝供养 就是在法宝记里面呢 也写得很清楚 包括书写 供养 施他 替听 辟读 奉送 受此 开言 思维 跟修行 那其实 你呢 打开经典去阅读的话 其实也是一种供养 所以的话 除了物质上面 对法宝呢 也可以做这种供养 所以我们去问问自己 我们平常使用个 怎么样的心去供养呢 我们是不是用个 清净的心呢 有没有一份虔诚的心呢 有没有这份 供养的心 好 好了 所以呢 也可以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 供养呢 其实就是一种不适 我们说不适的话 就要很小心去选择 你不适的一个对象 所以呢 在上面呢 有看到 《诗诗诗诗诗经》里面有讲 我们去供养 一百个恶人 就是在里面就 造十二的人 虽然你供养一百个数量是很多 但是他们都是造十二的话 你呢 不如去供养呢 一个 秀十三的人 我们 他的意思就是 我们不能从他的数量上面 而是呢 你要 你要去供养 甚至到最后呢 你要去供养千亿三世诸佛 不如呢 你去供养一个呢 无念 无畏 无畏 无秀 无证的人 所以告诉我们 我们供养的人的话 就是必须要你有个虔诚的心意之外 而且你说供养的对象呢 是真正发菩提心 利益 而且能够救济众生的修行者 才能够获得无上功德 反而如果你不是 好像刚刚所讲 你供养 一个一百个造十二的人 你呢 反而是助长他 对对 所以的话 我们供养的对象呢 也是要很重要 好了 我们讲呢 供养就是一种布施嘛 我们不是要慎选 我们的对象 然后我们的一个动机是什么 我们的对象是谁呢 我们在什么的时候呢 还有果报是什么 那这几个照片 大家有看到 都有印象 就是我们呢 就是我们法师呢 就是行脚脱脱 然后圣经说 最早的是百万人心血的时候 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 我们都有出去行脚脱脱 这整个台湾 整个台湾 我们就是这个行脚庄 那所以呢 我们不管是就在 就在这个菜市场 那个菜市场 或者是呢 是走在这个 很繁华的一些 一些的城市上面 甚至说 我们也会给小朋友 种福田呢 给一些老人家 去种福田 这个呢 所以我们说 就是说 它的动机 它的对象 它的实际 跟果报 终会不一样 那所以呢 旁边呢 我这是从这个 城佛知道 第三章 我不晓得你们 已经讲到这里 还没有 就讲起就是这个 我们不失的时候 然后呢 你必须要要有种什么 什么心态 你要舍得 你不要觉得很舍不得 或者很吝啬 你既然是要供养 你要不失 你不要呢 舍不得 这个如果你舍不得呢 你就不要做 你都觉得很心痛 然后呢 然后很心疼 哎呀 我就是很舍不得了 但是没有办法 而且呢 你要舍得之外 另外一个以利 就是说 你能够利益到对方的 我们说呢 心田是不同 功德分胜略 为什么 就是说 我们不失的一种的心态 你的动机 还有你的对象 不同的话 你的功德 所谓你的果报 就会不一样了 所以它分别就是 悲田呢 还有什么 敬田 那所以这个悲田的话 就是用一种 灵敏的心 譬如说 我们现在看到一些 天灾人祸呢 甚至说一些孤儿呢 有一些山场的人等等 我们就是用一种 灵敏的心去布施 就是悲田 敬田呢 就是一种非常 贡心的 尊敬的心去供养呢 就是包括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师长呢 还有那三宝 好 所以呢 因为不一样呢 你的这个功德呢 就会不一样了 好了 它后面我们所讲嘛 你布施的时候呢 你就是要有什么 你的动机非常的重要 然后在成佛之道里面有讲 我们要避免七种 不如法的事 第一个呢 就是怎么样啊 第一个呢 他告诉我们 你去布施的时候 你呢必须要怎么样 第一个的话 很多人呢是不愿意的 而且不主动的 因为人家走过来 我不给好像不好意思 譬如说我们有些时候去一些餐会 不只要卖一些Raffle ticket吗 然后哦 这个 这个是Raffle ticket 一张呢是五块 然后呢你就 因为眼镇已经找到 就是说跟你讲了 你不买一张Raffle ticket 好像不好意思 但是你的心是什么 愿意吗 你不愿意的 但是呢 你就要 但是所以我们说呢 这个呢 你就是不好意思拒绝 好像一个乞丐 给你 你问你淘钱 你不给 又好像不好意思 甚至于说 我们在香港 都有参与这个卖乞 这个乞乞 这个乞乞 这个乞乞乞团体 那其实那个时候呢 你会看到很多人身百态 因为以前我自己有参与过嘛 然后他都是拿着一个带子 或者是一个铁罐 就是小小的 给你放这个concert 很多人就很匆忙走过 或者是说呢 就是绕过去 不会给你看到 甚至又说有些呢 就对不起 我没有您钱 然后甚至说 打开他的皮脚 不好意思 我这个呢 都是我们都说 没关系 多的也可以 小的也可以 不好意思 或者甚至说 你有没有您钱 可以换啊 这样子 那所以的话 就是说 他们来到你面前 你不好意思拒绝 这个也是一种 不如法的补识 第二种的话 就是因为 我现在呢 就是 我觉得我的财富呢 我的生命呢 我的地位呢 很不保 可能会失去了 所以我就去补识 然后希望怎么 消灾免难呢 逢兄化吉了 这样子 都会有这种的心态 说我要去补识 再有一种的话 就是说呢 就是说 我受 因为受到别人的恩惠 所以我怎么样啊 我就要补识了 我们说呢 得到别人的恩惠呢 我要千年都要记住 我们说呢 滴水之恩啊 怎么 用权以报 然后所以呢 因为这样子呢 所以我就会去 报到别人 因为这样子我才去 而不是呢 而不是说 自愿 这也是不对 相对来说 另外一个的话 我帮助过别人 我是希望别人呢 能够再回归我 甚至报答我 我曾经 你在很倒霉的时候啊 你在最示意的时候啊 我是怎么怎么 怎么帮你 那现在呢 你居然忘记 我对你的恩惠 那这个当然也是 也是不好 也是不如法的 再有一种呢 就是说 他们的最多呢 就是父母呢 都是这样子做 甚至说 我们家族 有一个基金 每一年呢 都要捐多少钱呢 去这个机构的 所以呢 你是他的后代的子孙 所以我也 我要怎么样啊 就按照 一循 往里 所以我就要去做了 另外有一个的话 就是呢 我希望呢 我们说嘛 如果呢 你要受这个 人天三福行的 升天做人的话 你要受 三福行就是 布施 慈戒 还有禅定嘛 那当然 因为我想升天啊 做天人 甚至于说呢 我希望能够 来是做人啊 先到后意乐的话 所以我就去布施了 最后一种呢 他就说呢 这是要命 就是说 我去布施呢 是希望能够呢 赞叹我呢 或者说 我是只是一种呢 顾名钓鱼的 所以每一个人 布施的一种的心态不一样 所以呢 你的 你得出来的一种的什么 你的果报呢 就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布施的时候 要看清楚自己 好了 从这里呢 我就想到呢 我们佛光三 七月份 都会有个 七月指一个孝道月 所以我们七月份 都有个公圣道粮 那这个公圣道粮的话 我们知道呢 就是师父呢 有讲得很清楚 这个公圣的一种意义呢 是什么呢 第一个呢 是供养一年 不只供养一天 所谓供养一天的意思 就是你不是供养一次 一年呢 你不是说 我供养这一年就好了 我下一年就不用 其实跟衍生 就是说 要长期的一份的供养 就是湿水长流的 这样子 而不是说 一次就好了 好 然后呢 第二个呢 是供养未来 不只供养现在 不是说 我供生就是 他们现在需要这个 我就给他们 但是 这个是不是真的是 可能是现在 需要用过了 或者说呢 处理完这没有 希望呢 是能够可以供养未来 其实供养未来 再延伸过去呢 就是说 我们呢 能够成就呢 出家中呢 能够可以 他们未来 红法的路 而不是说 只有现在 好了 这供养十方 不是供养一人 我们很多时候 都会 我供养 某某法师 其实呢 就是 我就是跟这个法师 比较熟 我只供养你 师父我只供养你 其实大家也很清楚 我们佛观上 你就算呢 你说 只有供养这个法师 其实我们就 你就是供养了 我们佛观上 一千三百多位的 出家中 好了 再是供养学道 不只供养热闹 不是说 人家做 你要做 好了好了 我也写一个吧 都好啊 大家好像 抽热闹 去做 其实这个 供养的话 就是说 我们说呢 就是要 怎么样啊 只要 有一些是 有发菩提心的 他是有修学的 有去弘法立身 这个的出家人 而且我们说 生的意思 就是重嘛 所以你不是供养一人 是 竟然是重的 当然不是只有一个人 所以他这里讲 生如大地 能掌养一切 三法功德 然后又讲呢 树圣妙宝大德生 掌养众生功德种 能于人天圣国者 无过佛法生三宝 所以呢 我们知道 供养出家中呢 其实子妹是一个 是什么的福田 他是属于 出三界的福田 如果是供养父母呢 是什么福田呢 三界内最圣福田 这个 那从这里 我们 我相信大家呢 也知道 我们说 就是说 我们对父母的一种 供养的话 就是对父母的 一种的效养 让父母呢 怎么样呢 生的时候呢 生有所养 然后他年纪大呢 老有所依 往生的时候呢 死有所长 这个是我们做子女 最基本 对父母应该要做的 好 所以呢 我们知道 刚刚有讲这个 共生 这里呢 必须要大家呢 要了解 我们说呢 那这个布施的人 还有受布施的人 其实呢 的功德呢 都是一样 为什么 施者 受者 等无差别 其实在 人间佛教 佛陀本怀 师父也跟我们 讲得很清楚 好像各位 在家菩萨 你把你们呢 就是说 你们一部分的 一部分的收入呢 来供养 我们出家中 让我们呢 能够可以安心帮到 然后我们同时呢 也是布施这个佛法 给大家的话 所以呢 大家什么 都是等无差别的 所以大家要有这个认知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山上的 共生法会 大家有去过吗 这个呢 是在我们总本山 这个的 总本山的云居楼 我们7月20 农历的7月22号 我们就是有个 共生法会 那其实7月22号 其实是我们师父的 一个华诞 但是师父说呢 生日呢 是什么 是母难日 所以他从来不会 庆祝这个生日的 所以呢 他7月22号呢 叫做共生法会 那除了我们 来自海内外 所有的出家中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 从另外一些的 其他寺院呢 外来说 其他国家来的出家中呢 一起接受 信徒们的一个供养 其实除了在我们总本山呢 也有在大学寺也有了 甚至于说呢 在这个南天寺啊 也是有办过这些 共生法会 好 然后这里有讲 住供养之中呢 是什么 法供养第一 我们说呢 法供养第一呢 就是一种呢 布施的一种佛法 那怎么法供养第一 是不是 师父我也不会讲呢 然后我也不敢讲啊 怕会讲错的话 我就要付这个因果呢 我还是不要讲 很多很多 这样子讲 所以都不敢去 布施这个佛法 其实我们去看 住供养 做法供养第一 其实我们可以 把这个法供养呢 我们可以再 再拉宽一点来看 其实一教奉行 是不是一种供养啊 对于佛陀 告诉我们的佛法 我们能够呢 一教奉行 落实时间 在我们的生活上面 结果呢 就是一种一教奉行呢 还记得呢 在《游行经》里面 佛陀有讲到呢 就是对我最好的供养 是什么 就是依着 我告诉你们的佛法 你去实行 就是对我最好的供养 那我们要不要做 我们要 我们把佛陀 告诉我们的佛法呢 我们一教奉行 然后呢 饶益有情 对呢 只要对终生 有利益 有好处的事情 我都要去做 去请这个菩萨道 那下面呢 讲到的七种呢 其实只在经文里面呢 就是所讲到的 第一个 利益终生供养 我们要去利益终生供养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怕苦 圣经有哪种精神是什么 我不入地狱呢 谁入地狱 我不怕苦 就算去到地狱 没有人要去 我都要去 能够可以呢 只要能够 可以利益终生 我都要去做 好 第二种呢 涉受终生供养呢 就是 就从我身边的人呢 开始去度化他们 第三种呢 带终生苦供养呢 就是一种什么 带 代替终生去受苦 这种苦供养是什么 牺牲小我 完成大我 好 就算呢 我呢 可以尽我一些所能呢 去帮助你们 去为你们服务 好 那这三种呢 是利益 劳力友情 好 这方面 好 第一个 第二个 跟第三个 第四个呢 勤修三根供养呢 就讲到 当然我们行这个菩萨 菩萨道的时候的话 我们也是要断一切恶 修一切善 对的 这个是一个 勤修三根供养 那第五个呢 不许菩萨业供养呢 就是 菩萨道的精神 当然是什么 克服奈恼 不怕苦啊 不怕辛苦啊 不怕厌烦呢 好 第六个呢 不理菩提心供养 这个是菩萨的根本 我们说 向求佛道 下化终身 我们行这个菩萨 菩萨道的时候 所以呢 四五六呢 这个我们就是 在行这个菩萨道 到最后 如说修行供养 是什么 就是 异教风行 所以在呢 这个 这个里面 说七种供养的话 大家可以再进去 看经文呢 就会跟我了解 好 好了 刚刚所讲到 所有供养之中 不管你是最好的 花蔓呢 香呢 甚至说 这个果呢 等等 各种的供养 种种的珍宝的供养 所以呢 他刚刚所讲 法供养第一 在这里再讲 什么叫做真正的 真供养 原来真的供养 真供养是什么 善业的供养 就是我们圣口义的一种供养 然后我们圣业的供养是什么 自成 礼尽诸佛菩萨 这好像我们上一堂课所讲的 礼尽诸佛 我们使用一个 一个怎么样的心态 是不是一种呢 我骂你 我们有提到吗 你身体是摆下去的 但是你心里面呢 很不以为然 甚至说求名礼 也就是说 我去礼拜诸佛菩萨 都是做给人家看 然后的话 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一种赞叹 所以这种的圣业的供养 就是制成礼尽诸佛菩萨 第二个呢 就是口业的供养 我们说赞叹 共进诸佛菩萨的 殊胜的一种的功德 从我们的口去赞叹 比如说天上天下无如佛 这个也是一种赞叹 所以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是不是也是一种的 就是一种 对诸佛菩萨的赞叹 一页的供养 就是一念诸佛菩萨的 相好庄严 这个就 我们一念诸佛菩萨 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甚至说观世音菩萨的那种 非常慈悲的一种的相貌 然后我们就会 所以在我们的身口 一些三方面呢 这样子也是一种 结尾是一种真正的供养 所以他这里呢 讲得很清楚 三月之中呢 以一夜 一夜是为罪的 而且呢 他可以随分 随缘 在每一种供养之中 以清净的心 恭敬的心 还有欢喜的心来供养 你呢 就是一种正供养了 所以从这里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供养的话 广秀供养的话 你的心 非常的重要 以一个清净的心 恭敬的心 还有欢喜的心来供养 好了 既然我们知道 这个广秀供养 从除了物质上面 然后再讲到 对法宝的供养 然后呢 要知道什么叫做 诸供养 做法供养 第一 然后再了解 什么叫真正的一种供养 那广秀供养的 现代意义呢 师父怎么诠释呢 他说就是 结缘的一种的实践 这是对呢 什么 一切的终生 对一切的终生 无限的奉献 还有布施 还有结缘 所以呢 他从这里 列出这十种 大家可以回去看 这个 我们新养当事 全集里面 他有讲到 我就举了几个佛观山的例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大家有没有听过 云水书房啊 这是一个叫做行动图书车 它其实是一台车 为什么会有这个云水书房呢 就是师父呢 希望满载图书的行动图书车呢 就好像行云流水这样子呢 开往 学校呢 社区呢 推广了全民读书的一个运动 我们知道 师父告诉我们 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啊 好 我们要怎么 要读做一个人 还有呢 读做一个人之后呢 我们要读明一点理 然后呢 再读悟一些远 最后呢 是读懂一颗心 所以呢 我们去读书 我们说 一个人有没有读书 你是可以从他的言行举止 举手头主呢 看得出来 他讲话呢 好像我们刚才所讲 你赞叹别人 其实呢 其实在 就是说 戏弄别人 在教授别人 所以我们 怎么去讲话 有没有 这个呢 全部呢 都来自我们平常 有没有去读书 我们说呢 书中自有什么 黄金户 书中自有 言如玉 所以呢 开卷呢 就会怎么 有益 所以我们 要不要读书啊 只要要读书呢 大家就要参加 读书会咯 然后 不是只有参加 而且要去读了 而且我知道 现在有很多的 分会啊 甚至有些读书会 很接近去读这个 我不是甲告的和尚 而且我知道 有一个读书会 他一个礼拜 读一直非常的精进 而且呢 他每一次读呢 都是固定哦 固定之外呢 而且他们分享的 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兴 他们只有三个人 四个人 但是呢 还是 还是怎么样啊 一起一起 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都有读 那所以为什么 除了我们刚刚 师父告诉我们 为什么要读 要读 要读书 除了从读做一个人 到最后呢 我们要读懂 一颗心之外 师父呢 是希望呢 因为这个 云水书法 就只有行动图书车 它都是一台车嘛 那所以呢 能够方便学生 还有社区的民众呢 能够呢 很周经 能够看书呢 可以借书 然后充实自我 当然呢 即使阅读能提升 我们生活的品质 还有改变 我们的生命 在户外阅读的方式 破除图书馆建筑的局限 主动 积极 贴近民众 譬如说呢 在图书馆 距离你很远的 你要不要想去 你不想去 很麻烦 下雪也不要去了 或者说呢 这个下大雨 我也不要去 那如果使用 形容图书馆 它就是可能 距离你这样 五分钟的 你可以走路 都可以去 你会不会 引发你一种 读书的欲望 一定会 好 看看我们的 这个书册 是怎么样 这几个图片呢 它其实就是 一台货册 看起来 它左右 两边的这边 它打开之后 其实就是一个一个 这个书架 上面就有很多书 然后走进里面的话 你就是去 可以帮你借书 还书的手续 你看旁边 小朋友 或者说一些民众 他们就是坐在 矮板凳上面呢 去读书 这样 然后呢 另外呢 大家看到 他们也有在这个 就要在我们的 佛馆里面 你有看到呢 就是佛馆 不是有一排的 这个书册吗 其实这个图片呢 就是在 我们呢 在为这些书册 去做一个撒进 为什么会有 那么多台的书册呢 其实第一台的 这个行动图书馆 这个云水书坊 是在2007年 1月份诞生的 至2011年呢 我们全部 一共有6台 但是呢 到2012年的时候 因为 因为这些城市呢 象征的差距 还有现代社会发展 所产生的教育问题 佛馆上呢 就是做了 44台的出书车 然后到 那个时候 一共有50台 而且这50台 一直排开 在我们的 佛馆 佛陀纪念馆 那边呢 是进行一个 撒进的仪式 它很重要呢 还是 因为货车 可以开 楼洞的嘛 它可以开 开完 不同的地方 还有它的一种 方便性和机动性 然后把这些 满满的图书呢 还有无限的 希望能够 将书箱呢 传送到各地 传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 这个图书车 好不好 非常的好 其实有些 就比较偏远的 一些地方 它根本没有图书馆 它的学校 可能有的书 都是很有限 但是呢 这个图书车呢 它里面的书 当然是有人捐了 甚至于说 我们比如说 我们回去图中掌席会的时候 它有一些图书券 我记得好像200块台币 有没有记错 我不能自己去买书 也不认为要买一些什么书呢 我就会买 比如说五张的图书券 就捐给他们 他们就会帮我们买书 送到这些 就是分配到不同的书册上面 然后让那些小朋友 能够可以看到图书 这个是非常 这个我觉得非常的好 好 另外一个呢 我们叫好苗子计划 大家有听过吗 所谓好苗子计划 其实就是落实我们师父呢 所提倡的佛光 算四大宗旨 其中一个 以教育培养人才 主要是针对一些偏远的一些乡村呢 或者说很清寒 弱势 优秀的子女就学 就是说他们没有钱读书 然后你就说 现在读书不是很普遍吗 然后政府都有一些免费的一些教育到某一个的阶段 但是其实虽然是这样子 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办法 没有钱呢 去读书 或者说妹妹去读 姐姐就没有办法去读 或者姐姐读 妹妹就不要了 但是应该每一个人都可以能够可以接受教育的机会嘛 那重点呢 就是让他们能够智力技巧 翻转人生改变未来 我们读书都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 然后的话 读书呢 就是进去学校呢 去学习 去读书呢 更可以翻转我们的人生 那达成呢 就是我们人间佛教慈悲毁坏的普世价值与理念 所以呢 我们的公益信托新养大师教育基金 就年统呢 稳造基金会还有基金会所述的云水书册 我们刚才所讲的 请一些资源呢 去推广这个服务 就鼓励这些住得很偏远的一些乡村呢 外来说家庭很贫穷呢 很弱势的一些家庭 优秀的学生呢 能够进去我们的浦门中学去读这个国中呢 高中生机 说进去我们的佛观山系统的大学去读书 永远呢 永续关怀惠国家社会平壤 优秀人才 所以上面看到那个海报呢 就是浩苗子的海报 就是长助学境圣经 长学境 助学境的一种圣经 好 这个大家很熟悉 书写A计划 大家有参加吗 那这个是不是一种结缘的一种世界 而且对我们呢 非常的重要 大家都有参加吗 这里有没有参加的 没有参加 很方便 你只要下课之后 到我们的服务台旁边 我们有个Puller banner 对不对 你用你的手机 Scan一下就可以 现在不会没有人 没有手机 如果你不会Scan呢 我们服务台的世界 都会非常乐意帮你 马上Scan之后 你就可以加入了 所以呢 人人行商好 生活更美好 所以呢 这个师傅讲到 这个广秀供养 其实现在 真的是一种结缘的一种时间 能够可以怎么做出 一种的奉献 为大家做更多的一些事情 好 第四个呢 就是忏悔业障 那这个 大家很熟悉 这个忏悔 这个我是所叫诸儿业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好了 它是分害四参跟理参 四参呢 就是透过礼拜 布施 送经 操经 这些行为 去忏悔我们的过去 理参呢 就是以贯实相 实相这里 来达到灭罪的忏悔 所谓理参 我们知道呢 我们所做的一些罪业 就是有 有于我们的忘心 我们的一些的烦恼 如果我们的忘心呢 能够熄灭的时候 那我们的罪业就好像一些霜啊 太阳一出来 它就会消失 这个呢 叫做理参 好 那所以不管四参或者礼参 我们要信愿佛 佛地的一种射受加持呢 来激发我们内心的清静 不再 不再重犯 这个很重要 你不要参完一次还是做 参完一次还不断去犯 我所谓呢 荣誉 认错 然后呢 绝不改过呢 那这样子呢 你怎么忏悔都没有用 所以呢 我们说呢 这个忏的意思呢 就是有一种容忍呢 或者请求他人 人这个罪 容忍我这个罪 请求别人的 对我的宽恕呢 原谅 然后这个忏悔的 悔的意思呢 就是要追悔了 或者悔过 等等 所以我们 当我们说错话了 做错事呢 我们要不要去认啊 我们要认错 认错之后 我们就要什么 只要去改过 这样子呢 我们透过这个忏悔的话 我们就可以能够呢 激发我们 让我们的内心呢 能够再恢复这份的清静 所以忏悔呢 是我们生活里面 只此刻刻不可以 缺少的美德 忏悔夜战的现代意义 就是对生活上面的一种反省 那怎么反省呢 好 生活上面有什么反省的地方 好 看看 我们就在忏悔 我们说好像伐水了 好像传法了 好像药草了 好像明灯了 好像城墙了 好像桥梁 好像衣服 你用可以 可能会有更多的一种的批语 但是我们的很清楚呢 就知道忏悔好像伐水一样 能够洗净我们的水 好像水 我们用水 你脏了 你用水呢 就会洗干净 来做这种的批语 到最后甚至好像衣服一样呢 可以庄严我们的菩提到过 好 好 所以呢 生活上面的忏悔 有知识上面的忏悔 去想想 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忏悔 刚才说的讲 我们讲错话呢 做错事呢 做了一些不如法的事情呢 伤害别人的事情 我们都是受到这个果 这个 受到这种不好的一种的果报 我们才会去忏悔 所以我们说呢 就是菩萨慰因 众生慰果 会说菩萨慰慰因 因为他已经 他非常的有远见 他知道 如果我种下不好的因 我就会有不好的果 但是众生呢 就是我们 我们就是承受了这个苦果 我们早知道是这样 我就不会做了 我们早知道 如果我们早知道 就不会去做了 所以我们要 就是要承受自己呢 所种下的因 现在要承受这个果 好 有没有想过 我们什么时候会去忏悔 当然你说说是你要忏悔了 还有呢 很多人在忏悔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忏悔 你生病的时候 或者遇到一些大病的时候呢 你就会说 哎 我要忏悔了 啊 怎么怎么样 你哪个手会做 还有呢 我们就觉得 遇到很多事情呢 就是不很适宜 后来说不顺遂 广东话有句话 头头碰着 的时候你就说 哎 为什么那么倒霉 一点是注视不顺 我要去忏悔一下 甚至说呢 有些人年纪大了 年纪大 哎 我都已经七八十岁了 哎 回想我一生 然后呢 可能做错很多事情 他那个时候呢 就是老来了 他就会忏悔 另外一种呢 会忏悔的是什么时候 就觉得自己的力量 非常的小 非常的渺小 帮不了朗木 帮不了什么人 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个忏悔来 能够可以让我更有信心 结果都会 那所以呢 我们说呢 在我们生活上面的忏悔 有什么作用 还有它有帮助我们什么 第一个呢 就是认识罪业的良性 怎么去认识呢 我们有一个故事 大家听过 就是爸爸跟那个孩子 去那晚上的时候 去偷人家的萝卜 然后呢 爸爸在偷这个萝卜的时候呢 他儿子就叫爸爸爸爸 有人看见我们偷萝卜 他爸爸当然很紧张 谁啊 一转头 然后他儿子是 跟他说什么 指着什么 月亮 月亮在看你啊 所以其实他的批语是什么 你可以骗到了别人 但是骗不了自己的良性 这是你做错事 你心里面 你讲了谎话 或者说呢 你做了一些 对不起别人 你自己啊 心里面是很清楚 其实你呢 骗不了自己 良性你骗不过 好 第二个呢 就是呢 去偷向善的一种的方法 就是以37刀皮里面 37刀皮里面所讲的 四正群 就是说 还没生起的善 我们要让他生起来 已经生起的善呢 我们要让他继续增长 然后还没生起的恶呢 我们不要给他生起 已经生起的恶呢 我们要灭除他 所以呢 这个就是 去偷向善的一种的方法 第三种呢 就是进化身心的一种的力量 这在42章经里面有讲 如果我们犯了错 而不是忏悔的话 然后就会越来越深 这好像呢 海水那么深那么广 但是如果我们做错事 我们去忏悔去改过呢 这好像我们生病呢 那个汗呢 慢慢呢 慢慢流汗呢 出汗呢 我们就会好了 第四个呢 就是成就菩提的源头 当然了 我们透过忏悔 我们刚才所讲嘛 忏悔好像伐水啦 好像这个桥梁 好像衣服等等 这些的话 当然能够成就我们的 这个菩提的源头 很重要 好 好 所以呢 在日常生活 行住坐卧之中 能够保持忏悔的心情 能够得到甜 淡 快乐 然后我们 一直作用什么忏悔啊 在衣上面怎么忏悔啊 穿衣服这种忏悔啊 我们去想想啊 师父告诉我们啊 譬如说呢 现在我在想 买衣服很便宜 要很方便 但是如果有一天 我们想想我们小时候 妈妈都会拿毛线 然后拿毛线衣给我们 不管是背信啦 帽子啦 甚至有一些会 那个毛袜这个手套 当你穿着妈妈 就是说 为你做的这个毛线衣 你会不会非常的感动啊 感动 而且很温馨 所以的话 我们说呢 有子胜善意 所以的话 妈妈那么用心 用了 其实 她为我们做这些毛线衣 她一针一针 这样子做起来的话 其实如果我们现在 还能够拥有一件的话 你是非常的幸福的 现在大家都不会打毛线衣 师父买很方便啊 但是呢 如果我们有 就算如果你有这种的心态 看见旁边的人 虽然穿很多的名牌 买很多的衣服 你会不会羡慕啊 不会 我妈妈 慈母手中线 这一个的话 你们这个名牌的衣服 都比不上 我妈妈这一件 所以要这一种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了解的 我们会不会羡慕别人 你不会 然后呢 一时 时呢怎么样 怎么去 在生活上面就忏悔呢 我们说呢 一粥一饭得来不易 我们在五官堂 我们都看到十传五官 所以我们更要用一种感恩的心 既然是这样子 我们不会羡慕别人怎么样啊 哇 她吃每一餐都是满汉全喜 或者你吃的都是很好的东西 就算我清茶淡饭呢 也觉得非常的好 好好 很好的一个味道 好了 在住方面呢 我们说呢 近角落 赢角落 不及自己的什么 穷角落 为什么 我们说 你怎么样的 给多么好的 一些的 居住的一些店 你怎么样 都还是 我的小卧具 我最喜欢 我很熟悉的一个 一个 一个环境 所以大家去想一下 那个守住园上 还是小三密 这个故事大家有听过 他有一天就出去玩了 玩得很晚 他怎么知道呢 已经关门了 他不能进去 那怎么办呢 他说 既然不能回去 我就在外面睡觉了 所以天为裸葬 地回谈 然后呢 日月新神 伴我们 哇 我就觉得 今天真的是非常的 很上网的 哇 你躺在那边 有这种的 一种的心态 虽然呢 我的房子 不是很大 然后呢 有个小卧具 由呢 一屋一瓦 能够一寸一瓦 给我呢 能够可以去住呢 我已经非常的满足 我不要住到 很豪华的家 也不要说 也不需要用 很豪华的东西 但是呢 不及自己的一个 穷角落 心安理的 住的 那最后一个呢 是一时住行的话 我们 大家就想 啊 我很羡慕 人家有司机来接送 或者是说 人家开的 都是很名贵的车 或者说 他常常都换车 你不需要羡慕 现在交通工具 那么方便 你坐呢 那个gold train 你知道gold train 是多少钱吗 你拥有的 比它更多 你的gold bus 一台gold bus 是多少钱呢 一个飞机呢 是要多少钱 你不需要坐 私人飞机 好 所以的话 你坐一个航空公司的飞机 我觉得很好啊 也是很贵 你也是很富贵的呢 好 所以呢 我们在一时生活 一时住行上面呢 这种忏悔 你就会 不会 虽然你觉得 我们在生活上面 你还是觉得有一点点的缺陷 但是你不会怎么样 你不会一直觉得很不满啊 很抱怨啊 你只会觉得有一点生活上面的缺陷的话 我还是过得了非常的快乐 有一种平静平淡 一种甜蓝的一种的生活 我已经很满足 大家想不想这种生活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在这种生活当中 学佛之后就是不一样 好 第二个呢 就是说讲到呢 知识上面的一种的 一种的忏悔 为什么呢 他说呢 知识是一种深光无矮的一种东西 常常进化变异 很容易产生呢 上面的错误 什么错误呢 你思想上面的一种错误 然后见解上面这种错误 言论上面的错误 所以我们要不要去忏悔 甚至于在佛教来讲的话 这种的思想见解的一种的言论上面的是非常的严重 我们在佛教里面有讲到所谓的五见 还记得 第一种呢 就是五见第一种呢 就是我见 我见呢就是执着这个我呢 是真实的存在 我们不认为我是四大五月所组成的 我是真实的存在 我是妙目 妙目是存在 但是我们知道不是啊 甚至在座的每位菩萨们 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暂时的一种的存在 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世界 不管你是多久的一个时间 我们就是一种呢 暂时的一种使用的一种的权 我们没有办法拥有 第二种呢 就是一种边界呢 就是我们常常所讲的一种常见 跟断见 有些人 我是常住不灭的 然后的话 我是怎么样啊 我是永恒的 我们知道不可能呢 我们是无常的吗 无常变化当中 而且我们都是一远和合的 那所以呢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一种断见 有些人就说 人死啊 如断灭 就是所谓 我死了之后 一了百了了 什么都不用负责任 在因果的定律里面 你要不要负责任 你不要以为你只一辈子 就是做一些不好 一些十二罪 你就不用负这个因果 你还是要负的 所以不能有这种的 偏执于怎么样 偏执于那极端的一边的一种见解 第三种呢 就是这种断见 就是否定因果到底的一些的见解 这个是很严重 如果你否定因果 我们说如是因 如是果 这个因果 还有这个业报呢 大家要很清楚 要一定有这种的正知正见 好了 坚取见呢 就是执于错误的见解 以为是真实的 到最后有戒坚取见 就是说 他们会执于一些错误的 一些的戒律 甚至于说呢 一些的静止 认为是可以通往这个涅槃的一种的方法 所以呢 他们说啊这个他们透过这种的肉体上面的一种折磨 比如说他们就泡在水里面呢给火烧呢 甚至于说呢就是扮这个牛啊去叫呢等等这些 他们甚至吃这个牛糞 他们觉得透过肉体上面的折磨 可以达到他们灵魂的一种释放 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好像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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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牢狱 把我们这个 他们认为 就把这个灵魂的绑住了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身体上面折磨 我们的灵魂就可以释放 当然这个是错误的一种见解 但是他们呢就执着这些呢 不正确的一些的戒律 这些的静止 认为是可以让我可以得到解脱 可以通往呢 涅槃的一种的解恨 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对的 好 所以呢 我们知道日常生活中的意识住行的一种忏悔呢 其实是属于身体行为的一种自我审测 那知识上面的思想 见解言论的忏悔 是心理意念的一种进化羞耻 所以呢 从生活上面知识上 原来我们都是需要去忏悔的 好 第二个呢 人事上面的忏悔 还有工作上面的忏悔 人事上面的忏悔 我们知道呢 在人事上面 当然是人缘之间 交换之中 如果我们大家都保持呢 这种审视忏悔的信念 我们的天地呢 就会宽了 我们说呢 退一步 海豁天空 人也使呢 风平浪静 人与人这样 跟父母 跟孩子 朋友之间 同事之间 跟主管 跟属下 种种 那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想呢 我们天地就会变宽了 那至于说工作上面的忏悔 当然 譬如说呢 什么叫工作上面的忏悔 譬如说呢 你偷工减料啦 你去做一些冒牌的东西 让国家 甚至于说呢 你的公司啊 不过一些商业道德 这个都是属于工作上面的忏悔 甚至于说呢 你呢 混水抹鱼 这个是不是属于工作上面的忏悔 或者说呢 广东话有句叫 蛇王啊 那个呢 就是全部呢 你都是属于 这些都是属于工作上面的忏悔 那在里面呢 有讲到 对诸佛啊 对父母子女呢 这一种的忏悔啊 然后 对诸佛呢 里面呢 就举了一个 一个故事 就是无德禅师 他有一个信徒呢 然后呢 就是在家里 做一些非常漂亮的花 那每一天 他都把哪些花呢 拿去寺院 哪边去供养的 然后呢 他有一天呢 走去跟无德禅师讲 他说 啊 我每一天呢 拿着一些 那么漂亮的花 来寺院这边供养 去供佛 我都非常的开心 这好 我的心里都觉得 非常的清静 非常的平静 但是为什么 我回到家呢 常常会有一些 很繁琐的一些事情 一些很小的事情 都让我呢 觉得很烦躁 然后呢 就烦恼就先升起来了 那无德禅师就问他 诶 那你每一天 把这个花来到寺院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 哦 我每一天呢 都会给这些花呢 就是换水了 然后有叶子啊 就是说 它烂掉 我就把它收剪 然后再拿来 无德禅师呢 就说 我们的生活呢 就好像瓶子里面的水 然后呢 我们的清静的心呢 就是这些花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清静的心 我们每一天呢 都要去怎么样 去换我们这些水 就是我们每一天呢 都要做一种的忏悔 一种的反省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永远都保持一份的 很清静 很自在的心 那这个信徒一看 一听到都说 哦 如果这样子的话 然后我希望能够 更多接触法师 尝试 可以给我更多的开示 那么每一天呢 就可以过沉重悟骨的生活呢 然后呢 也可以听到这个 这种反备昌松呢 这个我都觉得 非常的 我非常的向往这种生活 那无德禅师就跟他讲了 他说呢 其实呢 你的身体就是一个寺院 你两个耳朵呢 就是菩提 然后你的脉搏呢 就是这个呢 这个沉重悟骨 然后你的呼吸呢 是什么 就是这个泛拜昌松 所以的话 你的举手 头主 动静 雨末之间的话 都是怎么样 都是充满着这种的佛法 那所以呢 其实你不要执着于呢 在这个 在这个 我一定来到寺院 才能够 有这种的清静 这种自在的生活 所以你知道 你礼拜的时候的话 你拜的不是一尊 一尊的 离掉木树的一个 一个佛上 其实呢 你是拜 是拜到 我们有讲嘛 就是把这个 拜这个 这个礼拜 把这个佛上 拜到你的心里面 跟你的内心的自信佛呢 合而为一 这个才是真正的一种的 一种的礼拜 所以呢 我们说呢 如果我们 无德产生 如果你能够这样子 去想的话 你每一天呢 都好像呢 这个花 这个花 你的心就好像 这种永远就保持 这种的漂亮 然后 那么的新鲜 然后你这个 你的生活的话 透过你每一天的 一种反省 一种忏悔了 就会变得清静 第二个呢 就是对父母的 一种的忏悔 我们说父母呢 就是三界内 最圣福田 我们刚才说呢 我们对父母的一种的 孝顺呢 是应该的 从最 所谓的一种 小的一种孝 刚才所讲的 让他们身有所养 老有所依 死有所障 到这种忠孝呢 能够光耀门眉 能够让父母 脸上有光 然后光中耀阻 第三种呢 就是引导 父母能够学佛呢 这个是最 所谓的大效 好 那对子女 怎么忏悔呢 在座很多 都是已经 违人父母 怎么对子女忏悔啊 我要去忏悔 为什么呢 就是 我对他们的 照顾够吗 我对他们的 一种的 一种的爱心够吗 我对他们的 照顾啊 爱心啊 我对他们的 养育 就是养育的 教育够吗 所以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呢 对子女 要不要忏悔 也是需要的 所以你的 对师生 就是这个 我们说 就是对老师呢 甚至对出家中 弟子的话 就是老师 对弟子的 我到底有没有 尽心尽力 去教我的学生 我是不是还会 常常有一些东西 我不要全部 交给他 怕他会 超过我 不认过这个老师 有没有这样子 还是我们希望能够呢 倾出于难的 胜于难 我也是希望呢 有一天是 民事呢 出高途 人家先赞叹我呢 好了 对国主 就是对这个国家的 领导的人 我 我也是要 跟他忏悔 因为呢 在这个社会 他照顾这个 国家 让我留一个 一个安居乐业的 一个环境 等等 谈乐呢 就是一个 我们说呢 一个布施 一个信徒的 我呢 有没有呢 就是说 要对谈乐 忏悔 到底呢 我接受他们的供养 我是为了这个 名闻 名闻利养呢 我到底有没有 尽心尽力 去做这个 红法律生 督众的工作呢 两有就是对朋友嘛 对朋友 对朋友 都忏悔了 我们说 我有没有做 对不起他的事 我对他厚道吗 或者等等 所话呢 就是说呢 好像大家今天来上课 我到底在 现在一个半小时 我有没有浪费到 任何的一分钟呢 浪费到 任何的一分钟 就表示 我有没有浪费到 你们的时间呢 我去讲的 每一句话 大家有得到 有受用吗 这个也是要忏悔 这个农天忏悔 就想起一个故事呢 就是这个 近代尝世 他种南花 他种了很多 他很喜欢南花 就种了很多的南花 有一天他出门呢 没有时间照顾 这些南花 他就跟他一个 土地 小小米 你帮我照顾好 怎么知道呢 这个小小米 一不小心 就把这个 就是 就是种南花 这个架子 整个弄饭 然后 当然 那些南花 也怎么样啊 也坏了 那所以他怎么办呢 好 师父回来 一定会骂了 他就等 师父回来 就先跟他 忏悔 我不小心等等 那近代尝世就说 我种南花 不是因为生气 而种南花 我是要美化 我这个寺院 我种南花 是用来供佛的 所以的话 我们透过这十种的 这一种的 不同的对象 这种忏悔了 也是可以达到 也是达到我们 到底我们在反省 我们跟这个对象 在忏悔的时候 我们也是做一个 自我反省的一个工作 好 感情上面的一种忏悔 也羞耻上面忏悔 感情上面这种忏悔的话 我们说呢 每一天呢 我们被感情所牵制束缚 住在五月六成的 牢狱之中 不能操把 不能解脱 那种忏悔进步 购惠怨祸的日子 实在是福不堪言 那这个的话 我们就 即使这里呢 有很多的这种感情 上面有种的忏悔 譬如说 在《贤语经》里面 有讲到呢 波斯尼王的女儿 她长得很丑嘛 那所以呢 波斯尼王的女儿呢 就丑丑的嘛 样子不好看 但是到要结婚呢 她还是要结婚 尤其就是照妇嘛 然后当然列出很好的条件 我女儿交给你呢 我就会给你住很大的皇宫 很大的宫殿 一时无缺等等 终于有一个人答应了 然后呢 这个妇马一看到 真的是很难看 我长得 那怎么办呢 那当然已经答应了 有为了有那么好的一种的 你怎么享受 好了 然后但是呢 我出去应酬 总不敢带着那个 那么丑的太太 所以她每一次出事应酬呢 她都不带她出去 那身边的人呢 就是很 我们说很法剐 因为你每一次 不带你的太太出来 不是长得很漂亮 就是一定是 是不是有残缺呢 或者长得很丑了 或者说你 她都不懂应对 不是大体的那种 所以她们有一天 就把她灌醉 然后就偷了她的钥匙 然后偷偷打开她的门 看见呢 在窗户旁边看到 就看见她太太在拜佛 然后呢 她这个波斯利王这个女人 在拜佛的时候 慢慢也发现 这只本来很粗糙的手 很难看的手 都变得非常的细滑 然后呢 很白很漂亮 然后呢 本来样子呢 也变得越来越好看 然后呢 圣经又说呢 她的眼睛 她在诸事 在礼拜 在礼佛忏悔的时候 她的眼睛呢 也变得非常的明亮 非常的有神 圣经说 她整个气质都改变了 那那些人呢 就很八卦的 那些人在外面看 哇 原来她太太那么漂亮 怪不得她都不带她出去 那其实也从这个故事里面 就可以知道 你真心的一种忏悔的话 是不是呢 也是呢 让你呢 可以呢 怎么 不会再给这个五一六成 或者感情呢 所牵绊 所以呢 下面呢 有一首 是我自己以前呢 看到我觉得 很好 所以跟大家做一种分享 富贵五根春梦 功名一片浮云 眼前顾骨肉 已飞升 恩爱反尘仇恨 莫把金家套紧 秀将欲所产生 清心寡欲 脱红尘 快乐 风光 伴佛 我们是不是都给这些五一六成啊 都是在给他们好像一个老欲 绑着我们 如果我们呢 能够清心寡欲 脱红尘 快乐 风光 伴佛的话 你就会怎么 你就能够觉得逍遥自在 所以特别拿出来 我很喜欢的一首 所以跟大家一个分享 好了 刚刚有讲到 除了一个就是说 这个感情上面的一种的忏悔的话 还有一种是属于什么 这个一种羞耻上面的一种忏悔 那羞耻上面的忏悔呢 它在这个书里面有讲 是天台中有三种忏悔的法门 第一个呢 就是以戒律门来忏悔 当然呢 就是以一种禁止戒律 数月不解的羞耻 好像一个大火 消去一切的情事账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以功德门来忏悔 就是常行功德 公然三宝的羞耻 好像春风一样 消去一切的烦恼账 第三个呢 就是以无声门来忏悔 看破这个生死 休息无我的羞耻 好像静水 清静的水一样 使去一切的质账 那这个的话 就这个 它居然有一个例子呢 就是这个 放下徒刀 然后立地成佛这个故事 就是说一个小小米 有一天呢 就是在走回这个寺院的路上面 踏死一枝青花 然后他哎呀怎么办呢 然后回去呢 就哭着回去 跟他师父讲 师父说呢 哇你真是罪过呢 你怎么可以杀身呢 你呢 你呢 不是你呢 最好呢 从后面 那个 那个玄癌那边跳下去 然后你呢 就不用了 这个 你是 还要受这个轮回 在山土里面受苦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师父这样子讲 都没有要他 用这个犯法去忏悔 然后这个小小米呢 也搞不清状况 师父要我这样子做呢 那确实我真的是杀身呢 怎么办呢 他就真的走到 寺院后面这个悬崖里面 然后呢 就一直哭啊哭啊 他看着那个悬崖 真的很深呢 现在又 又黑点 又晚上 又黑又深 我如果我是跳下去 一定是 必死无语 粉身碎糊 但是呢 怎么办呢 但是如果我不跳下去呢 我要在这个 上个道 受苦 然后呢 师父又说 我理事呢 都会在轮回 他总一起坐下 一起再哭 再哭 那旁边呢 有个杀猪的人 看见这个小小米呢 哭得那么伤心 你为什么要在这边哭啊 他解释之后 他呢 这个 这个屠夫 比他哭得很 更要伤心 那应该呢 跳下去 应该是我啦 不是你哦 我一直在杀猪啦 然后杀牛 杀一些动物哦 一双手哦 都是这个血哦 我实在是 应该是我跳下去 不是你啦 他一想到这样子就 跳下去了 那怎么他一跳的时候 然后就把他怎么样啊 拖住哦 那这个呢 我们说呢 放下土豆 立地成佛 不是说 你放下杰法道呢 就怎么样 你就成佛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忏悔是非常的重要 你彻底承认自己有错误 而且是愿意呢 去承受呢 这个果报哦 而且以后不会去做哦 所以这个忏悔法们 在我们呢 这个佛教来说呢 是非常的重要哦 好 行为上面的忏悔 心理上面的忏悔 行为上面的忏悔 当然用什么来忏悔 行为不理胜口意嘛 当然是说好话来忏悔啦 第二个呢 捐善款来忏悔 就是我们说 谁喜去布施呢 谁缘呢 谁愤呢 不治老 也不老他 用捐善款来忏悔 而且他可以什么 让我们可以对峙我们的 一种什么忏悔 那第三种 勤劳服务来忏悔 就是说 我发心去服务 我发心来当义工 第四个 成就他人来忏悔 我成就别人来忏悔 这里呢 要讲到师父 有个故事呢 就是师父的 去买罗汉鞋 但是哪个罗汉鞋的 卖给他呢 是150块 但是呢 师父每次都给200块 那为什么呢 师父就说呢 如果我给他200块 他有50块 可以赚的话 他就去会改良 这个罗汉鞋的 然后之后的话 他会继续生产 那我们还有鞋子 可以穿呢 如果我计较他150块的话 他没有钱赚 总有一天是什么 我们这没有罗汉鞋 可以穿 借这个故事 大家可以在意 可以找得到 师父有跟我们讲 所以我们不要呢 看了计较 先前的一点 点点滴滴计较 其实呢 我们不计较 其实就在成就 别人的同时 也是成就自己 方便自己 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心里上面的一种的忏悔呢 就是在末后子观里面呢 也提到五种忏悔的法门 就是忏悔 劝情 学习回向 跟发愿 大家可以回去 看一下 好 第五个呢 学习功德的话 学习功德 我们都说 哇 学习功德 其实就是一种 我们说 well done 也是一种学习功德 学习功德 是一种 很重要的一种的修行 能够让 让一切的终生呢 离苦得乐 也都能够让自己呢 能够得到无量的一种法习 那到底呢 什么叫随习 我们叫随 随顺 顺从 不违背 不违利的意思 那习呢 是跟着随的 你有这种 随从 随顺 不违利 不违的话 这一种 一顺着它的话 就是这种习 就会来了 那所以呢 我们说随习这种功德 我们说 师姐 你可以写个 功化的功德 等等 那到底什么叫功德 功德 让你想起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梁虎弟跟谁 达默祖师 那他们的对话 是怎么样 我们知道呢 梁虎弟有一天 就跟达默祖师 去对话 他说 我建了那么多的寺院 甚至做了那么多 佛教的一种布施 到底 我有没有功德 然后呢 达默祖师就跟他讲了 五功德和颜 对的 你没有功德 那到底功德跟福德的 一个关系呢 它到底是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要功德还是福德 这是两个都要 到底福德跟功德 一样关系 我大家去看六组坦经的话 其实呢 这个功德的话 简单来说呢 就是功德是促进于 我们的一种的 清净的心 一种清净的心 而且呢 它是一种无相的 如果我们是有相呢 就是一种福德 我们在金刚经里面 要看 你布施的时候 要无我相 无人相 然后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你这个呢 才是一种清净的布施 如果呢 你呢 是有我相 有人相 有众生相 有受者相 而且你是用种 叛远的心 凑一死的热闹 或者是说呢 你有个特定的对象的话 你所做的这些 都只是一种福德 然后呢 功德的话 就是说 我们刚刚所讲 是促进你一分的 清净的心 而且是一种无相的 你要所谓 你越有执着 越有相的话 就会有不一样 所以梁武帝 我做了那么多 我怎么会没有功德呢 原来它只是一个福德 好了 所以随喜功德的话 就是很重要的修行 我们刚所讲 其实一种随喜 我们说也是一种慈悲心 一种慈悲心的一种表现 你有慈悲心 也是一分的同理心 你有这分的同理心呢 自然会有这分的随喜的心 人总不容易 有这种随喜的心 也不一定有 我们说随喜这种心 你就是怎么样 你要有随喜的这种的性格 就是说 你有这种随喜的性格的话 你就会很喜欢去帮助别人 很喜欢去赞叹别人 而且很重要 你不会嫉妒别人的 你都想去成就别人的 所以在法法经里面的法试评里面 也有讲 如来灭度之后 如果有人能够听完 灭花莲花经 乃至一句一句 甚至一念随喜者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这种随喜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我们既然是那么的重要 所以我们就要学习 怎么学习呢 就是要放下我们的执所 一种的分别 一种彼此的一种对立 就是表示说 我们去接受 别人得到这种成就 我很欢喜 哇你很棒 不要做好事 也可以跟他去讲一讲 不是说他有什么 有什么了不起 我也可以 所以我们不要有这种的心态 我们要去成就别人 不要嫉妒别人的一种的成就 一种的成就 或者说他所做的种种 其实对我们是有帮助 其实这一种随喜功德的一种的赞叹 其实也是怎么样 也是一种赞叹别人 我们也是在语言上面 一种生活的修行 如果人家 我们刚才所讲 麦琪 你没有这种 我只有五毛钱的零钱 你放进去也很好 好了 随喜功德的一种现代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所讲这个梁武帝 到底跟打磨组是一种 到底是功德呢 还是福德 随喜功德的一种现代意义是什么 心意的一种进化 所以学佛呢 信者学佛呢 要修学这个播种 将来的福田 这会有所成 但是具体功德 一定要有欢喜清静的发心 所以任何的话 你有一种清静的心 是非常的重要 就算你一点的心意 随手的功德 我们说什么随手的功德 你看见地上面有一只垃圾 你捡起来是不是一个随喜功德 或者是说 人家的这个水龙头 关好了 但是呢 他没有擦干那个 那个洗手的地方 你去擦一下 就好像我们坐飞机 去那个 博士我们的他旁边 请你们大家 怎么擦一擦那边 其实也方便别人 这个也是一种随手的功德 随手的功德 随口的功德 就是赞叹别人 你真的做得很好 哇你很棒 随口的一个功德 随心的功德 是来自我们的心 真正的一种的什么样 一种的赞叹 比如说 看见别人不是 我心里面也很欢喜 看见别人在大殿 很虔诚这样子去礼拜 他用他的心上一半 我也是很赞叹 所以种种的话 这种水洗的心很重要 甚至于说呢 你看见别人呢 做这些事情 虽然我们刚刚所讲 我们大家的看法呢 观念不一样 但是我可以放下 我的一种执着 然后大家共同 承受一件事情 其实呢 也是可以把我的烦恼 转成会什么样 转成会清净 当然呢 水洗功德 当然你可以广结 很多的好因好缘 好 框大人生呢 就是这个框大人生呢 就是呢 我们不管是 遇到一些好的姻缘 不好的姻缘的话 都是怎么样 我都会接受 然后安乐富有这个 是水洗功德 当然一定是有这个的果报了 好 那怎么去实践 我们刚才说 水洗来给人换洗 所以呢 然后呢 水世与时俱进 水人给人换不悟 还有水洗给人捕失 所以呢 这种种的话 就是让我们呢 都能够有一种 正面的思考 而且心呢 常常都抱持一个 来欢喜的心 你才能够呢 可以做到这种 水洗的功德 清净的 欢喜的一种发心 一点的心意 已经很好 照三圣经里面所讲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 怎样 我们就指怎么样 心无挂碍 无挂碍 故 好 第六个呢 就是情转法轮 这个情转法轮呢 就是我们知道是第六 第六这个情转法轮 那情转法轮呢 当然的话 佛陀的说法 一定要当记中 譬如说金刚经 他的当记中是哪一位 弟子啊 虚不体 对对 然后呢 就是 虚不体啦 那如果法法经呢 法法经就是胜利佛 那所以的话 就是说 我们一转这个法轮 才能够怎么样啊 才能够佛教 才能够信身 如果都没有人讲的话 我们可能现在都听闻不到佛法 还记得的话 佛陀成道之后 然后他觉悟到这个真理 我觉悟到的真理 跟现在的所知道的 都是相仿的 我说苦 他们说乐 我说不敬 他们说敬 我说无常 他们说常 我说无我 他们说有我 那这样子 我怎么跟他们讲呢 所以完全他们 不会去接受我这种想法 然后他就想怎么样啊 就入面了 但是后来呢 是因为得到凡天的用劝情 劝情 所以他就出来讲了 然后呢 他去说法的时候 其实很重要的话 是希望呢 众生呢 都能够得到这种的智慧 而且的话 然后信佛的 这些他的弟子呢 都能够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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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 这样子传下去 然后当然呢 这个世界呢 种种的烦恼呢 都能够呢 让种种的烦恼 都能够让众生呢 得以清净 所以的话 我们说呢 这个秦转法轮的话 我们一定要 好像一个轮子 这样子去转动 就是弘扬佛法呢 去传播这个真理 我们刚刚所讲 这个轮是什么 就是古代的一种武器 好像一个轮 那所以呢 从这里呢 因为他可以作为武器所用 所以这里 引申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真理呢 就好像一个 好像一个真理的法轮呢 就能够吹破终生的一种无名 因为它是一种武器嘛 另外一个呢 他有讲到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说 转能生皇的话 他其中 七宝其中有一个呢 就是 这个轮保嘛 这个轮保的话 他能够降服呢 四大步骤所有的敌人 所以他的威力呢 是无穷 所以你也引申到 佛法能够令到 一切不正确的一种 见解呢 能够粉碎 所以佛陀呢 在 就是 他就去到呢 这个路野院呢 就开始会 吴比丘呢 去说法 那吴比丘 我们知道呢 是乔成儒呢 还有阿硕士 然后拔陀 十方加设 还有呢 摩赫南 就跟他们 跟他们去说法 那最初所说的是什么 四真帝 为吴比丘说 四真帝 所以呢 所以你呢 我们知道有这个三转法轮 这个三转法轮里面 有四项 四项 劝秀 还有作证 此事苦 此事急 此事灭 此事道 第二个呢 就是劝秀 去劝你们 要去秀 如因之 如因断 这个字打错 有没有打错 没有 如因之 如因断 如因证 如因秀 你应该知道 你应该要断 断出这个 好 然后你 你应该去证 你应该要去秀 到最后一个 第二转 第三转呢 坐在 我已知 我已断 我已证 我已秀 所以三转法轮 从伯陀 事项上面 告诉你 到呢 我再劝你 到最后一步 我已经做到了 所以我们 要不要一交风行 我们要一交风行 好 好 秦转法轮的一种 现代意义是什么 这是一种 真理的一种传播 那这个图呢 是在我们 2015年 就是带我们去 是决签法师 还如宗法师 妙齐法师的时候 2015年呢 去呢 印度朝圣的时候 这个地方呢 是在哪里呢 好 在哪里 是哪一个地方呢 佛陀在哪里 社会国哪个地方 对呢 奇允今生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呢 这个受随打 做长者的邀请 到社会层说法 我们知道呢 起书籍孤独园 就是这个 这个孤独长者呢 他就很想去 请佛陀呢 来到这个国家 去说法 但是没有地方 怎么办呢 他呢 就看中了 在社会国 这个 祈妥太子的 一块地 但是他不想 卖给他 他不想卖给他呢 就说 除非这样呢 你把这个 全部用黄金 铺满 我就给你 那怎么知道呢 孤独长者 真的把这个地 全部都铺满 用黄金铺满 那祈妥太子 一看 哇 金光闪闪 真的非一般 一定 他就非常的感动 所以他呢 也发愿 希望在这个地方的树 能够 有他所供养 那这个呢 也是 祈树及 孤独 人叫 祈妥太子 给这个树 然后呢 孤独长者 布施这个源 就是邀请佛陀呢 去设微国 去说法 然后我们说 所以佛法 才能够 弘扬五印度 说完五印度 就是东 东 东 南 西 北 还有众印度 其实 这也是印度的 一个说法 是什么 我们就是 四大步骤 刚才所讲的 东升神咒 南战步骤 四流 鹤咒 还有北去鲁咒 中降就是 虚米山 那这个图 就是他们呢 在这个 情缘近身 这个地方 他们一起去送金 那上面就是 现在这个景况 好了 看看我们佛观山 全球 我们是不是也是 这个 秦转法轮呢 我们秦转法轮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 出家中 还有在家中 大家共同呢 能够 能够呢 一起共同 为这个人间 佛教 而努力 在这种 出家中 师父说呢 好像鸟之双鱼 所以我特别 召唤出来 我们佛观山 全球的道场 超过多少 两百多 然后呢 我们佛观山 是在1966年的 5月16号 周周开山日 经过现在 已经踏入 53年了 然后呢 我们的佛观会 在1991年 所成立 然后呢 我们的 协会 偏步在世界呢 五大洲 所以这个也是 也是不是一种 秦转法轮呢 如果没有 他处 永远 我们都是在台湾的话 不然说 永远 只是在佛观山 我们呢 没有那么多人 能够可以得到 佛法的一种利益 早上以我自己来说 如果师父 不是那个时候 去香港 洪汉体育馆 讲经说法 一年三天 我也没有这个机会 去认识佛观山 我对于 幸运大师呢 在香港 我那个时候 是完全不认识 其实说 大家去听 我就去听了 然后我就 一年三天 这样子 一年一年 又一年的时候 才会 有那么多人 能够可以接触 真心的佛教 要他们 让我们能够了解 佛教是怎么样的一个宗教 我记得那个时候 师父一年三天 一定要去洪汉体育馆讲 然后他就会 把他三天的讲座 就录起来 那个时候还是卡带 没有什么 然后我们就是 卡带他出 有一个信徒 就发信 去制作这个 那制作完的话 很多人 那个时候也是 很多移民到国外 他们就是 拿着师父的这个卡带 到国外 然后一步 一步 这样子 所以真的是 如果不转这个法轮的话 没有转这个 佛法的这个轮子 我们是没有办法 能够学习的 所以真的 真的很感谢 当然是佛陀的 那个时候 因为他没有选择 成道之后 就入面 否则我们也是 没有佛法可问 所以我们真的是 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心 真的是一个感恩的心 而且呢 我们觉得是 非常的幸福 能够可以学习佛法 有这个福报 能够可以慢慢慢慢 一起一步一步 这样 而且在这个 佛光山 在这个 菩萨的道场 一个人间佛教的道场 有这个正性的一个 一个道场的话 跟随着我们的师父 做他的弟子 是非常有福报 而且是非常的 真的要保持一个 感恩的心 所以大家呢 真的要去转 这个法轮 怎么转呢 我上一次跟万锦 那个头 师父我们不敢讲 他就说 我怕会长错 后来说 长错 我只要负这个因果 我说如果佛学班 你叫你的朋友 叫你的家人来听 是不是也是转 这个法轮 让更多的人 能够听得到 然后他就算 他只有听到一句的话 他把这一句 讲给他的家人朋友听 可能也是对他们 有一种 一种新的一种的改变 所以是我们刚才所讲 生活上面 在一一上面的一种 本来你是很羡慕人家 都可以买很多 很漂亮 很明牌 但是 我只要拿着我妈妈呢 能够呢 一阵一阵 为我做的这个 这个围经 我已经觉得 非常的幸福 这不愿 所以我们就会 怎么样在我们 有佛法 让我们有缺陷的 一种的生活 你都会觉得 非常的满足 那今天呢 跟大家讲到 这里 我们下个礼拜呢 继续讲这个 七八九十呢 然后我们就圆满 好 我们现在先下课 好 大家下课